今天是國際趨勢 我們來看到 森薇能源的子公司 富衛電力 他跟日商的合作 來打造儲能大業 要請教友明哥 能源股的題材加持之下 他的後事您會怎麼觀察 當然很多人說能源股 是因為最近的政策 跟選舉有關係 事實上這則新聞 告訴我們是國際趨勢 剛剛斐宇有特別提到的日商 日商有很多 但是這家來頭不小 這家叫做玩虹 如果大家對有 今年3月份有一個印象的話 當時在13A府的一個報告裡面 華倫巴菲特的波克夏公司 大舉的加碼 所謂日本的五大商社 這五大商社裡面 這五家裡面 玩虹基本上是 營建 地產 幾乎是跨產業 但這一家公司就重要了 然後跟所謂的富威 富威是什麼公司 富威是一個售電平台 就是所謂綠電 就是等於是我們在做 不管是探權 或者是在做售電上面相關的 他的一個子公司 因為他是森威的子公司 然後森威又是永威的子公司 永威又是正威的子公司 所以這個你也可以把它視為 一個集團股來看待 這個合作案的話 基本上是針對儲能 現在他這邊有在預估 未來2023年現在今年的這個儲能 大概是100億左右的一個規模 2026年大概是倍增 到了2030年的時候 大概就要成長到2000億 就是所謂的十倍數的一個成長 所以越到後面的話 其他的成長動能就越快 我們剛剛跟各位來講一下 這個集團內的一個關係 所以大家不要因為 只是選舉題材而去看他 事實上他可以跨到明年 選舉之後 這一波有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 如果以這個同一個集團的三檔 各股為例的話 各位有沒有發現這一波 在開始的時候 是永威投控先動 然後等到他動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他開始漲勢稍微比較停頓了 但是就開始換正威在動 正威漲到這裡到今天為止 其實他還在動 可是又有一個股票在低低的位置 這個就是升威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負威 其實他比較直屬的關係 是直屬於升威 所以如果按照這樣的一個順序 越接近到12月底 作帳的時候 升威的機會越大 然後接下來的話 另外最近市場上 有一檔大股票 也是所有法人都在看的 叫8996的高麗 為什麼要開始看他 因為第一個 他有新產品要推出 就明年有伺服器水冷 跟靜默式雙向翼的翼冷設備 還有一個新的 所謂的Hardbox的一個部分 板式交換器 現在的位置在年限 最重要的一點 因為他之前發了一個 大概5到10億的CB 其實大部分被大股東認走 但是股價相對還在年限下 所以這個地方 只要大股東一認完了之後 是不是又開始有 所謂的轉換行情 所以就可能有 拉高一波的動作 當然投信在前一陣子的時候 在上個禮拜跟上上禮拜的時候 知道這個部分 就先進去買了 但是最近的一個股價 在整理的過程中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 他下一個階段的發動點 好 我們先休息 想要稍後來關心的是 紅海集團旗下的封測廠訊星KY 傳出跟博通結盟 整個細光子概念股 要怎麼觀察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